香港人在遮打花園聚集 香港人在遮打花園聚集 近千人下午在遮打花園聚集 大部分人戴上口罩 高舉美國獲旗 高舉美國獲旗 集會先為在反修例風波中 細細的人物安一分鐘 我們今天參加集會的目的 就是向美國總統 和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 和美國人民 表示我們香港人對他們的感謝 答謝他們 支持香港爭取民主 爭取自治 爭取自由 和感謝他們通過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亦都將香港的議題 即香港問題 爆在貿易戰協議的簽訂上面 其實這件事 對國際上可以造成很大的壓力 和可以鼓動到一個風潮 令到不同的自由世界的國家 都去跟隨這件事 集會一個小時之後 遊行人士沿花園道出發 防暴警察 以及懲教署特務警察在場戒備 警方只是容許遊行 去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後門 我所知 曾經說過我們可以上美國領事館 但結果到最後我們就不行了 困在這個類似後門的死地那裏 我們根本上連美國領事館的門都跌不到 我們想到沒有辦法 但又沒有理由就丟下一封信 他們最終向遊行人士辦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遞交感謝信 再轉交至美國駐港澳總領事 期望美國為香港爭取雙普選 遊行人士在美國領事館交完許願信後 就沿著雪藏街 回到遮打花園的集會地點 遊行集會歷時三個小時 在遮打花園結束 東網記者陳以文報導 誰是要買 activ可行人士 稍 Wit 人生